很多時跟人相處時都會有些負面說話 我們很容易受諾 我們怎樣去處理呢? 這是需要經驗的 即是我學習到、分辨到這個人 我知道他的方式通常是怎樣處理 他怎樣說的、怎樣批判的 我分辨到他是這樣的時候 我就去問自己 例如我第一個侍奉 就是那個傳導人 因為他期望我很高 亦都期望我用他的方式 但我不是他的方式 他就有很多批判 但當時我未懂得找個位子 我後來就知道 他是那種很要求人 很律法、很強勢 我當時來講 我只是被他影響 但未懂得分辨 分辨到是非常有幫助的 我後來就 在輔導的時候 發覺他有一次說謊 怎樣說謊 我說因為他三姐妹在教會裡面 我就說我希望將來有什麼事的時候 你就不要跟另一個姊妹說 就是你跟我說 或者跟牧師說 一起說 就不要去傳給他們 在輔導的時候 他就說我沒有 他回來的時候 牧師就問我們 你們今天去見輔導 怎樣 我就說 說回那件事出來 我就說 他說他沒有跟那個姊妹說 就是他真的是親身姊妹 他說沒有 那牧師的反應很特別 他說你沒有 他就是講英文的 你沒有 就是一聽就知道 牧師認識得他 知道他一定有說的 那他是無言可淡 那我就忽然間 在裡面就說 他都會說謊 我為什麼這麼介意他的說話呢 那不是代表我批判他 就是看死他 而是我說 我知道他是這樣的人 我不用這麼放在心上 而我後來都用聖經 就說 在哥倫多前書四章二節 所求於管家事要他有忠心 那我的確很努力 但是做不到他想我做的事 那但是我真是努力 那神要求我們都是我們忠心 我都是忠心的 那我就可以放心了 神都接立了 所以我說到人接立和神接立不同 人接立要求 有時候比神接立更難 所以當時我有一句說話 我自己有一句說話 就是說 土人喜悅難過土神喜悅 因為土神喜悅你做得對就可以了 但是土人喜悅你做得對 但是土人喜悅你做得對 那我就開始明白了 就是說 我不用一定要做得對他的 但是那種不舒服的感覺都在 那我就一邊處理了 一邊化解一邊 那我真是多年是自己化解的 一邊 我都是努力的 神喜悅的 還有讚美神的心鬆一點 但是第二天又有些壓迫緊 壓迫緊 我又再處理 那這個就是分辨到個人之後 我們怎樣處理 以及怎樣跟他講話 其實有些人 我都是 就是 有些面對著的人 他們說的話 都是 有時候會不舒服的 令到我不舒服的 那我 就是我已經選擇了了 有些政見 我現在選擇了 就不出聲了 是沒有用的 還有 就不說 我真的會不會 有些人 有些人 在哪兒 到底在哪兒 還是 有些人 有些人 在哪兒 有些人 有些人 是 有些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